介绍一下编织袜子需要的工具跟线材 那这个在你的织图上面一般会列在 Materials材料的地方 好那我们先看工具哦 你看到之前示范的那些影片 里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这一组 这个是Yondor的铝针 那它是80公分长度的 好那这个是我最早开始织袜子的时候使用的工具 那它这组针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针跟线连接的这边 针是有点弯弯的 它是塑胶线 可是因为这组针我已经用两三年了吧 那我觉得它其实蛮耐用的 它前面有点掉漆 可是其实不影响使用 然后后面这个线我觉得 也还蛮耐的 也还蛮耐的 因为你要用那个 Magic Loop 它其实会弯来折去的 那我觉得经过两三年下来 它其实还是OK 所以我推荐如果你是新手 那可能还没有想说你要投资那么多钱 在编织袜子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你不确定你会不会一直编织袜子的话 我很推荐你试试看这组工具 因为它蛮便宜的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款 OK所以后来我觉得我比较确定我想要继续织袜子之后 我就有买其他牌子的工具来试 那第二个买的是Nipro 好那Nipro它比较常看到的是XIM 这个是固定式的 固定式的轮针 叫做Fixed Circular Needle 好所谓Fixed就是它的针跟线中间这边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原来就固定好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买2.75 然后80公分就是固定式这样子 跟那种一整组的Interchangeable Needle不太一样 Interchangeable就是你这个线跟针可以分开 然后你可以去搭配不同的尺寸 一般这种袜针它就是固定式的这样子 OK好那这是2.75 那除了这种Circular Needle 这种Long Circular Needle 80公分的以外呢 我另外还买了 小袜针 这种一般叫做9inch Circular Needle 好那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全部大概 25到23公分吧 好那这个 这一包只有一支喔 只是我把它放在一起而已 好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之前有在粉丝里讲过就是 喜欢的人很喜欢 只要是那种极端的工具 基本上就是 爱者很爱 那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这东西很难用 那我个人你应该 你可以发现我是喜欢用那种人 那就是你可以把袜子 比如说这个袜 我现在一整圈 因为我们这个Long Circular它很长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定要用Magic Loop 才有办法用这个方法编织 那如果你用这个9inch Circular Needle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一整个这样全支 好不需要去拉Magic Loop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方便 是我喜欢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不排斥用很小的针的话 我也推荐你可以试试看这个9inch Circular Needle 其实蛮方便的 好那这是我第二组买的针 是2.75mm的 那之所以选2.75mm 是因为我的手径比较紧 所以一般的袜线 一般市面上的袜线 我会用2.75mm来织 但是因为后来我发现 我的手径有变松 因为有是那个 Norwegian Perling 用挪威式的上针方式来织 那改成左手持线之后 你的手径会改变 所以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比较小的针号 是2.5mm 那这是Haya Haya Sharp 那Haya Haya Sharp它的封品很好 那唯一有的批评大概就是它 2 Sharp 太尖了 那我买的组合也是一样 是一支长轮针 一支80公分的Long Circular Needle 跟2支9inch的Circular Needle 这就是我喜欢的组合 那我会先用长的起针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小针去圈置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那各位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说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个工具组合是最适合你的 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 是不是要买那一整组的袜针 我之所以没有买一整组袜针的原因 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用针号很固定 然后我喜欢这样子从长的针 换到这种9inch上面来做 那所以对我来说 比起有很多齐全的针号 其实是同一个针号有多支一点 我会觉得比较方便 因为我习惯两支一起支 才不会遥遥无期两支都没有做完这样子 所以工具上面你可以先学了以后 然后去评估一下自己的喜好跟编织的习惯 再去投资最适合的工具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说你一开始就要买得很齐 因为编织袜子的尺寸一般会抽 从2mm到3.5这个range 这个中间的尺寸都有人做 那我没有做过2mm的 因为它真的很细 然后我说我的手劲比较紧 那个tension比较紧一点 所以如果用到2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支片会太密了 所以一般最多我就是用到最小 用到2.5而已 然后最多会用到3.5吧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如果你是初学者 然后你还没有买袜针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拿你的整组 整组里面最小的针号 比如说这个是巧姑里面最小的是2.75 它不是蕾丝针也不是袜针 它就是一般最小的那一支 所以你也可以拿 整组里面比较小针号2.75 3.253 3.5都可以 来试试看 那就是线稍微拿粗一点 然后确定你想要织袜子之后 你再去投资专门的工具 也还不迟这样 OK好 这是课程里面会使用的工具 就是long circular needle 然后会用magic loop的方法来织 那另外一种工具呢 是比较传统的最早开始织袜子的会用这种 这个叫做double pointed needle 英文缩写叫dpn 那中文一般会直接沿用日文的说法叫做四本针或五本针 好那所谓四本或五本 顾名思义就是有四支或五支嘛 好那那个东西的用法呢 基本上就是把全部的针目 我们不是要织一个圆吗 那假设说是五本针好了 它就是把那个圆的针呢 针目全部分散在四支针上面 然后用第五支去支圆这样子 好那是它的做法 好这是理论 那为什么我们的课程没有教这个呢 因为本人不擅长使用double pointed needle 它这个是需要一点练习需要一点技巧 但是如果你学会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方式 因为你就不用在那边抽你的magic loop 所以double pointed needle它有它的价值在 不过你需要花些时间去练习 那因为我不算是很擅长 所以我们课程里面就不会特别教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有double pointed needle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拿来试试看 好说不定你很擅长 也很难讲啊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嘛 OK 好那这是工具的地方